接着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物种的一个分类 那物种的分类阶层呢 主要是由建门钢木科书种来分 那我们前面还谈到新的一个部分 还加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领域 那所以呢在建门钢木科书种的更全面的地方呢 还加了一个领域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领域 领域又把它分成细菌菌跟正合生物 就是这三个 好我们再回过来这边看 那同样的一个生物 如果它是属于同一个种 那它们表示它们是最接近的一个亲缘 那另外还有一种东西的分层叫做亚种 它是在种的更下面 它有一个叫亚种 比方说台湾有一些特有种 我们就会在种名的后面再加上一个所谓的亚种 那这个亚种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地理的特色 比方说高雄球蝸牛就是这个 那这就是高雄球蝸牛 它就是专门是高雄这个地方才有的 那它的球蝸是很特别的 就是蝸牛蝸是一个像右旋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 还有像台北书啊 末世书啊 是由末世这个人发现而纪念它的 台湾黑熊 台湾黑熊它的一个恶名法在前面的这个部分 那它再加了一个最后名的亚种 这个亚种呢 就叫做弗洛莫萨 弗洛莫萨就表示是台湾这个地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位置 还有只要这些名字加上地名 通常就是表示是台湾的特有种 还有像大安水说一 水说一 这个是台 for台中的大安 不是台北市的大安 那还有台湾蓝雀 或者是台湾蜜 在这个他们的英文的学名上面 都会加上台湾的意思 或者是弗洛莫萨来代表 它是一个特殊地域才具有的这一种生物 好 另外呢 恶名法的一个部分呢 是由林奈所创 那它被称为人类的 就是它被称为生物学的分类学之父 那恶名表示 我们在制定任何一个生物的时候 它由两个称所组成 那这两个称呢 第一个 邪体的大邪 第二个是邪体的小邪 前面这个大邪表示建门高木科书中的数 后面这个小邪是表示建门高木科书中的种 那他们都是由拉丁文所组成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相关的一个考题 好 第一题 哪一个不是台湾特有种 台湾蓝雀 大胺水收衣 台北树啊 都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特殊的地理名字 只有第三个不是 所以答案是C 接下来 台湾黑熊的福尔莫萨表示什么 亚种名 接下来高雄球瓜牛 这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专门考高雄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高雄的校正的考题 那最主要它是由右旋的形状所组成 所以这一题呢 是它的壳 我们可以看到 壳呢 是往右这样子去做一个顺时针的旋转 所以呢 它是叫做右旋 所以这一题答案呢 就是右旋 以上就是在生物阶层的一个分类阶层跟命名的一个考题